中秋節快樂,團團圓圓,人月兩團圓 今天是中秋節,大家在哪裡過中秋呢? 在中秋節又有什麼習俗呢? 拜月頭,拜月光,湯、雞、豬肉、月餅 月晚,拜月光,月餅,土糯,食材,還有較高清果 還有些地方會放些油甘,糊頭,還有些水果等等 看各樣風俗就不同了 原來除了廣府地區之外,潮傘地區都有拜月光 但是他們叫拜月亮,客家人就叫敬月光 中秋節拜月光這個習俗有什麼來的呢? 原來拜月光是跟古時候的無農有關的 秋天是豐收的季節,家家戶戶都會準備酒菜 來搭謝神的保佑,祈求農耕順利 古時候就叫做秋報,這個就是拜月光的開始 第二的起源是由周天子每年秋分製月的習慣流傳下來 古人一早就察覺到月到中秋分裸月這個自然現象 所以在好早之前,中秋的前後就有拜月和祭月的活動 通常在旁晚或者是吃完晚飯之後就進行 中秋節大家一般都會吃月餅 不過有些地方除了吃月餅之外還會吃芋頭 據說有辟邪的效果 還有些地方會吃炒螺 為什麼中秋節會吃田螺或者是石螺呢? 在順德院子裏面就有記載 八月望日上湖吃螺 事關中秋的田螺是特別肥美的 所以民間認為在中秋吃田螺有明目的效果 還可以寓以美好地說 而第二個講法是說,螺是有殼的 去殼食裏面的肉為之食心、食身 所以有轉運和去邪氣的意思 而第三個講法更賺鬼 螺和螺食的螺字是同音 田螺、田螺 即是說向田螺食 俗語也有說 沒得吃就問田螺 所以中秋佳節吃田螺 對於農民來說 是表示風修和五谷風燈的意思 所以在中秋節大家一起去索螺就對了 第二個籍族就叫做燒番塔 在廣東、廣西、江西福建都有這個籍族 我在兆慶頂湖高邀都見過 燒番塔有些地方叫做燒花塔 燒瓦塔、燒瓦子燈、燒塔仔等等的叫法 那你家鄉有沒有這一樣東西呢? 中秋節燒番塔這個籍族起源於元朝末年 老百姓為了反抗暴政在中秋之夜起義 而點燃香塔作為信號 這個就是燒番塔 番塔一般是用磚頭或者芽片砌成的 為碟而上 塔身逐漸收小 下面有幾個口 用來濕木柴稻草燒塔用的 一邊燒一邊就唱著歌 簽柴簽康頭養豬大過牛 牛大過西江口 西江口又大過濫塘頭 那你家鄉是不是這樣唱的呢? 還記不記得這首童謠呢? 第三個習族就是武火龍 不過不是每個地方都有的 比如在廣州白雲區的石馬村 青湖村、平沙村、阿茅村、大朗村、江村村 還有佛山的藍莊都很流行的 中秋節武火龍這個習族起源於一個傳說 話說在很早之前有一次風災之後出現了一條大網蛇 這條網蛇到處作惡 那村民找到牠之後就將牠擊斃 誰知第二天又不見鬼了 但是之後這條村就發生了瘟疫 那村裏面的老人忽然之間獲得菩薩的托墓 說只要中秋之夜在村裏面沒有火龍就可以驅除瘟疫 那怎知道這麼巧巧又真的有效 所以自此以後中秋節武火龍就成為了一個傳統的習族 還被列入為非圍 寓意是年年行好運身體健康 那不知道李家鄉有沒有聽過這個習族呢? 那第四個中秋節的習族就是炸花生餅 代表地就是兆君 在兆君的馬仕鎮高水村 那當地就有中秋節食炸花生餅的習族 是用一些麵粉漿再拌一些花生 做成一個圓形再放入油鍋那裡炸成圓形 寓意是圓圓圓圓 那這個就是炸花生餅 那第五個習族食糖雞 那在中秋節食糖雞 那這個是陽光的習族 那唐雞即是整成公雞造型的手工糖製品 那可以說是陽光特有的特色 那這個傳統相傳在晚清的時候 一個整餅師傅所創造的 那因為造型獨特所以流傳至今 那第六個武人龍代表地是暫光 那在順德的杏壇鎮光華村都很流行的 那暫光是出了名年齡多習俗多的 那中秋節都不放過 有武人龍整月餅 還有編豬龍拜月老看浮針等等的傳統習族 非常之有地方特色 那其中武人龍是暫光開發區東海島 雷州市的瀋塘鎮一帶的傳統習族 那據說已經有五百多年的歷史了 那一到了中秋節的晚上 那村民就會自動去到廣場那裡 看表演在武人龍 那最後的習族就是趙月 那代表地就是東莞 那據說東莞的未婚男女 在月光之下奔香燒粥 就可以祈求恩怨快些到來 祈求月老幫自己拉拉線 那不知能不能能夠 不理你身在何方 那在中秋佳節 一口月餅加一碟炒螺 會不會令到你覺得中秋佳節更加圓滿呢 那今期的問題是 百月十孔你這有什麼實俗 有什麼禮規 歡迎底下劉具然 我們下一期再見 拜拜 財政典 好 好